听雪楼 武林著名上升层企业 专注维护江湖正义 楼讯不允背叛 不养闲人 弹性工作时间 不做班不打诈 员工福利待遇江湖定监 你值得拥有 不可以 颜值担当 哪方面的业务水平 执行率100分吧 应该我最厉害了吧 武功那么高强 也没人打得过我 对吧 跟开了挂一样 没有问题 哇 这个问题 颜值吧 颜高能打 我啊 肯定是我 你说的业务水平就是 就是武功高不高呗 对啊 那肯定是我呀 我应该是这个剧里边最高的吧 啊 谁最皮啊 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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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一起出任务 呃 跟 白树吧 因为它很可爱啊 跟一个小奶狗一样 就每次看它 我就喜欢欺负它 蹂躏它 认真的吗 简单的话 盖树听学风 哎我想不出来 这问题怎么办啊 规划 没什么规划 谁不服就打呗 打到你服为止 要什么规划 好 嗯 倔强 担当 因为总是 很多话 逼在心里不说 很倔 最达 9分吧 因为还有一分 可以进步的空间 第一是 武林剑法第一 然后 另外就是 出于楼主的私心 最喜欢和 楼主一起出任务 因为我基本上 也都是在跟楼主一起出任务 然后 他在的时候都 能互扎进去 这肯定是楼主应用水平最好的 不然 当不了楼主 最皮 我觉得其实 他们都挺皮的 那个 像楼主啊 黄泉啊 还有男主啊 就他们 特别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特别皮 早也也很皮 我肯定会留在清雪楼 因为 清雪楼比拜月教强 因为拜月教就会被清雪楼给灭了 而且舒静荣 只追随最强的人 相当满 十分 我觉得清雪楼的前途一片光明 非常急 不然我也就 不会留在清雪楼了 对吧 能说不行啊 你随意 随意啊 嗯 不知道 吐雪担当 就雪多特别能吐 特别 就雪量 雪量高 然后特别扛打 呃 打 八分吧 不雪量高吗 就能能能吐啊 呃 平时跟很多人啊 是 紫末啊 然后 紫末啊 这就 哦 还有还有萧易琴 我呀 不是 呃 你不 也不是这个意思 楼里 楼主吧 楼主吧 呀 给个面子吧 不说他他要生气 哈哈哈 楼主 要留在清雪楼 当卧底 干掉萧易琴 窜夺 听雪楼 然后 霸占 舒静荣 对 这就是终极理想 好了 对不起 以上这都是 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跟黄泉 没有什么关系 对 呃 满意 打十分吧 不打十分他就生气 呃 有 因为不知道会发展去哪 我要补充一句 对 特别正式 嗯 我 特别喜欢紫末 主要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紫色 我 颜值担当 不不不不不不 那个存货担当 存货担当 嗯 我业务水平最烂了 我估计就 即可吧 能能能能能能 我爹就是听雪楼的 我可不是被罩了 我觉得 我爹是听雪楼的 有江湖地位 我自然而然的 就能进听雪楼 不用走后门 这这不对 这就是走后门 当然跟师兄啊 我就是师兄啊 我全部都是师兄啊 当然师兄啊 楼主啊 我啊 都挺活跃的 就真的都挺活跃的 可能最活跃的 就青春节吧 楼主生活当中 真是挺 挺活泼的 然后 戏里当 戏里的时候 就挺严肃的 大家在听雪楼了 听雪楼是好的 我们多正能量啊 我的天啊 不敢说不满意 满意 为什么吃什么 没 没什么 就是满意 楼主 买空干吗 是楼主 还是秦宁姐 十分 我相信我们听雪楼 定能重振江湖 不 我们听雪楼 一直在重振江湖 现在各大五连高手 都纷纷地加入我们 这是我昨天的台词 和人帅 颜值 十分 人帅画手脾气好 黄璇 长得 跟我一样 帅 我呀 说了 人帅画手脾气好 人兵颜吧 穩中带皮 而且为何叫皮卡丘 让俊杰跟你们解释 清雪楼啊 清雪楼是我们最两回的地儿了 还行吧 给他打 九分吧 他在脚啊 给他扣一分 怕 有我 有黄泉 有楼主 够了 情报担当 如果是颜值担当 打满分 如果是情报担当 打七分 让自己有三分的提高空间 能力 非常强 因为毕竟我是极美貌 女人 不是 才华于一身的 奇异女子 男杵 黄泉 肖逸晴 都行 因为她们负责 打 我负责 美如花 楼主吧 这时候要拍吗 屁很重要 楼主 这一定是楼主 每天各种 撩小奶狗 喜欢黄泉的小可爱们 你们不要把我当做情敌 请转战给肖逸晴 因为肖逸晴 就每天看见黄泉 哎呀好可爱 你看 怎么你看她是不是小奶狗 所以我不是情敌哦 当然是踢血楼啊 跳槽能跳去哪里呢 拜月教 我压根没去过 根本不知道 说不定 如果环境好的话 我可以想想 但是目前来看 我是非踢血楼 哪也不去 如果楼主 可以不那么撩汗的话 我觉得她可以十分 因为她实在太撩汗了 撩妹还撩汗 后一分 照如此下去的话 踢血楼恐怕会像是 杨胜阴甩 因为踢血楼将会 男多女赏 我会更吃香 这是不过 我好想拍 JULI lid 你们啊 我好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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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